记者陈文禅高雄报道,全球最大单一屋顶剧院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金有准艺术总监建文斌宣告将于10月13日开幕,171个国内外表演团体将展开为70周,演出70场节目与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重头戏推出双重开幕表演,由国内外音乐高手齐聚台湾唯一葡萄园式音乐厅,演出节目,璀璨闪耀开幕音乐会,欧洲重量级艺术创意团队FACE7与国内表演团队,当晚将合力打造全台最大的户外艺术派对。 卫武营准艺术总监建文斌金提前宣告开幕级活动,由学童带来庶民街舞表演开场,台湾玉剧团接力演出台花轿,为活动揭开序幕,场面热闹,建文斌表示,今年的开幕级获得在地企业与热爱艺术的伙伴相亭,包括陈启川文教基金会,中华文化总会资议委员柯破乳小姐,欧美建设,辛勤电子, 台湾福星文教基金会等支持,是卫武营的信念与靠山,一起持续推出最好的节目活动,推广力属于生活。 陈启川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陈田普至此表示,卫武营这座全台最豪且媲美国际的场馆终于在高雄诞生了,希望大家支持这座属于高雄在地的优质文化中心。 欧美建设董事长卓勇负责说,卫武营开幕向珍高雄蛻变,不再是过去人称的文化沙漠,将翻转成为深耕艺术的城市。 建文斌也宣布荣树广场经起24小时开放民众游戏,让民众能够不受阻碍地走进场馆,将从前在荣树下的休憩活动,带进威武营的荣树广场,自然而然地接触艺术,成为众人的艺术中心,也让艺术融入日常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